把你看顺眼的鸡蛋冷水下锅 煮开6分钟 熄火 然后把它剥壳 变成水煮蛋 这次我用的是o-grade 台湾叫做伯爵 你可以用任何的茶包 有香气的茶包最建议 我这次用的是o-grade 就是看你自己的容器 浓浓香香的是最棒的 就是先把它冲开 这个在泡茶叶汁液的时候 我可以加一点冰糖 让它再有甜甜的口感 好 刚刚酥素水果的 这个水果蛋的汤汁 就是我已经放凉了 当然刚刚在影片当中大家也有看到 我有加冰糖 然后喜欢吃比较有味道口感的朋友 可以加少许的盐巴 然后你就可以尝试口味的浓淡 这个汤汁汤底的浓淡你可以自己调整 然后就切入当季新鲜的水果 你冰箱里面有什么水果都可以切入放入 我这次用的是柳橙 还有水梨 我们也把它加进去 还有苹果 当然 还有非常棒的奇异果 就把它全部倒进来 这样子 这就是水果 大家看到这个是我做的黄柠檬酵素 也可以放一点你们自己做的这个水果醋 或是梅子醋 都可以 那我就加一点点这个 我做的这个水果醋好了 消瘦水果醋 风味也很棒 好 这是柳柠檬籽 再把它捞起来 可以放一点 这个醋的柳柠檬 这样子 非常的棒 你可以尝一下这个 嗯 好有风味哦 好特殊的风味 酸酸甜甜又香香的 然后还有一点点点 咸咸的味道 当然你们可以放入 更有口感的梅子 化梅 或是青梅 脆梅 甚至子猪梅 都可以哦 它就是一整个水果茶的风味 而且非常的棒 非常的棒 我今天就是放了 我冰箱里面有的这些水果 那里面要放风鲤也可以 这个呢非常的棒 它就会分泌出很多 很多很健康的这个酵素 把剥好蛋壳的这个水煮蛋蛋蛋 放进去 就是这样哦 我们就把它泡上一个晚上 到时候非常美味 所以养生 又别有一番新风味口感的 酵素水果蛋 就可以开吃啦 我现在要来开箱给大家看 这个是我冰镇了三天的 这个 酵素水果 茶叶蛋 而且它是用这个 水果 红茶 一起浸泡的这个 茶叶蛋 也可以叫温泉蛋 你们看 哇哦 哇哦 而且它香气好棒哦 哇哦 好 我先来切开看看 它里面 而且整个蛋真的香气味道 真的非常的棒 嗯 我觉得这个可以把它 就是这样子当点心吃 或者是 融入这个沙拉 或是任何你的这个 主餐 副食 或者是肚子饿的时候 可以来一颗 这个我觉得 太棒了 太棒太棒了 来来来 把它切开来看看 好香哦 它整个这个 蛋的这个外面的颜色 都是天然的哦 有茶叶的颜色哦 并没有加任何的酱油 然后 你们看 哇 真的很好吃 好香哦 哇 哇 外面它这个很QQ的 而且整个 整个这个 哦 整个这个蛋 它有非常 非常 非常 多层次的这个 呃 我自己用的是那个 Old Grey 伯爵茶 好去泡的 所以它有这个伯爵茶的香气 还有柳橙水果的香味 嗯 吃一个 嗯 好好吃啊 你们一定要学起来 这个超好吃的 嗯 不知道是不是我发明的 是不是也有别人发明 嗯 嗯 这个是我 我自己做的这个 酵素水果 酵素水果 茶叶蛋 超香 超干 超脏 你们一定要学起来 太香了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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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